要增肌減脂 他不能想到的肉類 都會想到是雞胸肉 但竹竹今天用牛肉加上鮪魚肉 真的叛逆 沒有 所以今天選的牛肉 其實就是這個瘦肉 因為空氣的關係 它會氧化 但是用低脂的 比如說你可以買一些像豚肉 或是腿肉的部分 首先我們把這個牛肉 來做一下醃漬 我們用鹽巴 胡椒 這個顏色怎麼不太對 你是已經稍微燙過了是不是 沒有 它是因為 不新鮮 蝦太薄了 怎麼可能不新鮮 氧化還太薄 這就有個迷思 所以你可以常常找到人家說 像是說氧化以後 牛肉好像變得有點那種 肉不新鮮 是不是 它其實是因為切太薄 氧化以後 然後把它醃一醃 醃一點鹽巴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 不是胡椒 這是義式綜合香料粉 義式綜合香料粉 對 義式綜合香料粉 然後醃一點點白酒 白酒 對 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牛肉很薄 它們來氧化速度就很快 那我們現在趕快的 先把它稍微醃一醃 那這個狀態 其實這是一道名菜 它其實是一個就是 義式的一個鮪魚醬 來配一個水煮的牛肉 小牛肉 所以你知道料理 有一點抄襲的意思嗎 這是副科 這是副科 好不好 這是副科 那我們用一個快速的方法 因為原本是用水煮完之後 再把它切薄片 但因為站在薑魚旁邊 沒那麼多時間 只有五分鐘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個 來跟大家講 這個醬怎麼做 這是嫩豆腐 嫩豆腐 我們用嫩豆腐 為什麼嫩豆腐 因為原本這道菜 它是用美乃滋 所以它油脂就太多了 所以我們一樣用嫩豆腐 來做一個植物性的 植物性的美乃滋 直接把它打碎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 這個是罐頭鮪魚醬 罐頭鮪魚醬 要記得 因為鮪魚 這個它泡的油 你就不要太多了 取一點掉 好 把這個鮪魚丟下來 一些鮪魚 把這個鮪魚丟下來 通常它裡頭 會再加一些像酸豆 這些東西 我們如果自己在家裡做 我們用一些比較簡單的食材 我們就用什麼洋蔥 洋蔥 用洋蔥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讓它有點辣辣的 所以加一點那個 Tabasico 就是所謂的辣椒水 就是我們如果去吃義大利麵 有沒有那個辣椒水 加一點點Tabasico 好 一樣鹽巴胡椒一點點 我們就把它打下來 所以主要它還有一點酸酸的口感 所以來一點點的檸檬汁 檸檬汁喔 一點點檸檬汁 好 那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它打成鮪魚醬 是 好 好 我發現你很喜歡用 攪拌的方式來做料理 沒有 我跟你講 你沒有發現 你有發現很多米欽等級 都是你吃不出來的嗎 對 所以攪拌很重要 對 攪拌在一起 你不知道再吃什麼就對了 對 這個叫風味的配搭 風味的配搭 那接下來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這個薄牛肉開大火 然後這邊其實油脂 一定用橄欖油或好的菜籽油 然後這個是一個有用菜籽油 去炸過蒜頭的蒜油 這個就一點點你看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真的很省 很省 非常省 然後這個牛肉薄片 就直接把它煎下來 就直接像炭烤一樣把它煎下來 因為其實在北歐料理 或是地中海料理內 它其實會有很多用炭烤的方式 但我個人還是認為 有時候那種炭烤的焦化 好像不是那麼健康 雖然他們會說很健康 可是我們可能會不習慣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這個牛肉下來煎 一點點的油而已 對 一點點的油 直接把它乾煎 不要把它煎得太熟 因為太熟絲它就會老化 我們大概把它兩面都煎上色 要拌一下就好了 就是這樣 所以大概兩面大概各30秒 就差不多了 好 最主要除了健康的肉質之外 我們要配很多蔬菜 所以我們這邊準備了很多很多 各式各樣的蔬菜 等一下我們把這個蔬菜 全部利用這個鍋內剩下的香氣跟油脂 下來把它炒熟 然後除了蔬菜之外 我們配上了很好的松脂 松脂 對 就是我們配上了堅果的油脂 好 接下來 這個牛肉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看 很快 確認它都有熟之後 我們就先把它拿起來 看起來很好吃了 對啊 你就不要煎太久 其實他來去煎三明治 或者是夾三明治 其實都很適合 接下來就利用這個鍋內剩下的油脂 把這些蔬菜全部丟下來 很有環保的概念 對 很有環保的概念 不用再習慣 也很有省錢的概念 那會有點焦化 這沒有關係 好 怡霖怎麼開這道料理 其實你知道韋翔 他今天準備的是瘦肉的部分 所以其實只要是肉類 你只要選擇不要 肉眼看不要太多脂肪就好了 像牛肉的部分 像牛腱 牛肚 其實都是屬於瘦肉 豬肉的部分 像豬的大鯉雞 小鯉雞 我們剛剛提到的嘴邊肉 其實都是偏瘦肉 雞肉裡面 不一定要全部都吃雞胸肉 它是熱量最高 最低的 然後還有鯉雞肉 雞的鯉雞肉 但是你也可以選擇 雞腿 但是去皮其實也是滿好的 我們要消除脂肪的話 其實辛香料非常重要 比如說像有一些國家 他會用一些 比如說像薑黃的東西 肉桂它有助於穩定血糖 然後另外還可以加一些黑胡椒 它可以抑制脂肪的生成 這些其實把它放在料理裡面的話 有助於降這個內臟脂肪 跟降脂肪幹 OK 好 好 這個青菜 青菜把它簡單炒一下 脆脆的這樣子 然後撒上鹽巴 然後一點點義式香料粉 好 然後這樣拌一拌 基本上OK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組裝 對 因為它有點那種 炭焦的味道 我們只要把這樣子的牛肉 就一片一片把它放上來 放上去 再把這個菜擺上去對不對 對 但是最重要的 我們還有我們的鮪魚醬 鮪魚醬 淋上鮪魚醬之後 然後再拌成菜 鮪魚醬對不對 對 OK 好 我們把這個擺上去 再把鮪魚醬擺上去 我們這道幫你 蒸雞減脂的料理就完成囉 獅子這道鮪魚醬 鮪魚醬低脂牛肉 低脂高蛋白的牛肉片 配上胡椒與義式香料醃漬 給你滿滿的蛋白質之外 還能幫你消耗脂肪喔 大家好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